各位好,我是賴豪欣 那目前是來自於三億的一個木雕雕刻師 那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有大概九年的時間 在這當中呢,知道我的記憶的是我的爸爸賴毅老師 那目前他也有53年的雕刻歷史 我主要創作的題材呢,是以人物為主 那尤其是以觀音跟達摩最為擅長 那我們的東西呢,主要是以風格呢 主要是以協調跟螺合以及立體的方式去呈現 那並結合木頭的天然的形貌以及結構 下去做搭配 我很榮幸可以參加這個展覽 那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展覽呢 都來參觀一下我們這些台灣本土工藝師的一些作品 謝謝